大早店家還沒營業卻有一名男子出現在店裡 先在櫃台東翻西澡接著打開收影機 拿走裡面的現金之後打開類似文件的東西 似乎是在記帳寫資料 在店裡待了快要半個小時才離開 看起來像是員工在記帳 但店家開門營業發現錢怎麼都不見 才知道遭到搜刮 受害店家是一間茶館位在新北市新莊 上6月13號被賊光顧 業者掉了監視器才知道有人大白天闖空門 但這賊似乎環境很熟悉 東西在哪通通都知道 而且越看越眼熟 門鎖也沒被破壞 原來根本是熟人 自備鑰匙輕輕鬆鬆就進入店家 這名切賊似乎是熟門熟路 趁著店家還沒有營業 拿出備用鑰匙來到後門 直接開門進到店家搜刮現金 原來他是已經離職的廚師 離職之後留著後門的鑰匙 竟然趁店家還沒營業的時間闖空門 搜刮了22000多元 誇張的是他還篡改店家的帳本 要把這筆錢寄在廠商禁貨 應付的款項中 業者開店前發現錢不見 拿出帳本對帳 發現有竄改的痕跡 才發現有小偷上門 報警抓人 警方巡線找到這名 被指控偷竊的前員工 但他否認犯案 說自己當天人在宜蘭 但拿不出相關的證明 被依竊到罪送半 事發後業者緊急換索 就怕再被小偷光顧 這間茶館開店5年多 在當地小有名氣 沒想到被賊盯上偷錢的 還曾經是自己人 TVBS新聞高指揚 郭文新明星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